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物無雙主持在 遊馬爾 夜人者 Rizzi 說的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性子 不過之前說過了 我們就是說這個Monster Hunter X 都不算奇怪 Monster Hunter X我們都沒說過 上次說的那隻是Monster Hunter 4G 你這樣算嗎? 是呀,新一代跟舊一代不同 新一代的話我們無所謂 當是無雙包遊戲 不是嗎? 是這樣的嗎? 遊戲我們都很久沒開過一集 你說吧 遊戲是樹形說的 是呀 你要樹形不玩才行 樹形不玩 現在問題 我們還在推下Honda 他只顧著跟這個鏡花看著這個心底畫 不是,他現在不斷表現這個傲嬌的姿態 這遊戲是怎樣的? 是什麼手機來的? 是呀,一直問 但一直都不買 乖我了 他沒有咪的 如果你說有趣 或者有討論的空間 其實我想最特別都是那四個MOD 不過我想在那四個MOD之前 我想是在設定人物那裏 我想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今代設定人物那裏 是引起一些突然間的意外的感覺 對人來說 知不知道呢? 發售 香港就偷拍了 偷拍了 我們可以說一下價錢也無所謂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那時候我在公司心思時 打算收到一百八六買的 那時候就在設定人物 日本畫家說了 某幾個女的聲音 是特別L一些的 然後那些人是連按 好像在看AV的 可以,我記號碼 我一開機馬上就選擇 即是按11號到18號 我的18號來講 好像有人在Facebook post的影片 就是本來逐個音試 之後就狂按11號 和狂按11號 日本人的意思是 不斷按 你應該用A片去配 應該都可以配到 這麼恐怖 那今代來說 如果你說聽那個聲音 因為大家玩開Montun都知道 其實他選擇的聲音 基本上有三分一都是偏向 很男性化的女仔聲 即是很剛強的聲音 通常會有一兩個 是比較羅利的聲音 但就沒有屈尖類型的聲音 這些就像God Eater 但問題是 他這次就超越了God Eater 直接跳了 不是那種聲音 簡單來說 變成了一些Error聲 由於某個角度來說 實際上影響不大 因為實際上 你進去遊戲裡面玩 女兒也不會連續喊 我告訴你 就是被人打 或者被人動的時候 但某人操控的話 可能會連續喊 是個玩家 特地被人打 但不是的 我記得以前 好像我都見過那些影片 是有些人用我的角色 然後就等那些角色 在那邊被人打 等他出聲 那是錄片 我不知道 金陀魔廂可否出得 出得早 沒有那麼快 有人玩這些 沒有了 但我記得有些這樣的影片 等個角色被人打 然後等他喊 然後再剪出來 不是純粹一個 sample 給你作參考 八波一樣八黑 奇怪的事情 怎樣都有人玩 今代也提供了一個機會 給大家玩奇怪的事情 當然更奇怪的事情 就是 所謂的四個狩獵模式 不是先說價錢嗎 價錢這個浮動 在香港這邊 香港好像是28日出 道理上說 道理上是28日出 不知為何前幾天就見到街 是星期六 但是星期四是偷跑了 如果印象比較記憶猶新 大家就會記得 當年 他沒有記錯 好像出3G 3G 第一代是VDS 他又是偷跑了兩天 第一天就很開心 我沒有記錯 他的日子價是5600左右 差不多 對港幣 但因為那個年代 接近十算 所以其實那隻遊戲 當然這個是官價 不是批價 所以他當日 偷跑了兩天 他好像是叫價1000元 是 是 雙倍而已 然後去到第二天 好像還未便宜到500 800多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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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成佔了 正價 400多 這個才是我們接受到的價錢 2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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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今代是反其道而行的 今代其實大家可以數一數手指 由3G、4G、4G去到XG 現在已經是第四作了 其實前兩隻偷跑明顯不算很明顯 甚至基本上沒有偷跑 聽Cat說禁止了也不知道什麼 炒價方面也沒有什麼 但今代反而很奇怪 首先又有偷跑,做了兩天 然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今代的售價好像都是5600日 但是他偷跑兩天 即是星期四那天 即是26日 他最普通的售價 我不算是屯門 398 即是400流 是時間不同的 當下午12點到1點時間 去到下午5點到6點左右 就是398 然後去到下午5點到390 然後又倒下去 然後最後變成380 好似說 我買的時候 我6點半下午188 大概到7點左右 是398 除了金元之外 不要開電名 沒有所謂的 但反過來 第一天這麼便宜 大家聽到 咦? 那我明天去買 因為星期五 有趣的事 偷跑兩天 就是三個多 偷跑一天 可能會便宜一點 正常 其實偷跑一天 那些貨還未到 不應該會便宜 應該會越來越 用傳統想法 有些 仍然是賣400多 有些 那些賣400多 是一開始已經賣400多 那剩下的就是400多的市場 這就是開頭的問題 開頭如果你是在江戶 訂了給一些錢 你一定會賣400多 而且你訂了的話 他也不知道打不打 電話給你拿 好 那他始終要打 不然有些不打 沒理由 為了十幾二十元 做臭字 不知道 但是第二天的價錢 是怎樣呢? 你說星期五那天 星期五那天 其實一直開始飆升 都過四字頭 開始接近八售 你還沒叫行指指數 飆升得那麼失授 快點 前一天 開市之後 滾步上揚 滾步上揚 中收市前突破了600元 去到最高收價 說650元 你猜我應該是 正日28號 多少錢 不是 正日一天 好像去到五百多 不是 正日那時候 我就開始 這個奉公收發的好市民 那我當然是發售日前 第一天去買 你不是星期五晚了 你星期五晚 你星期五晚已經在問中 打聽大家的價錢去到哪裏 今天星期六就出去買 太前了 放工出去買 看到很多間都是四百多元 找不到三百多元 找不到三百多元 無論是從旺角到深水埗的黃金 全部都是一致性的四百二十元 內行通了 然後我問Micky 買不買我四百二十元 不知道 四百二十元是很多貨 但之後不知道怎樣 會不會跌下來 我建議他們說 欠了二十元 不是那麼多錢 買你回工的 之前我們很酷的說 不會炒的 正日後才買 四百五十元 我預計價錢是 大概三百五至三百八 現在你是不是覺得撿到呢 我覺得撿到 這個我不否認 我當我自己漢居了 因為我們買完 我幫你朋友買完 是四百一十八 成交價錢 之後聽聞的價錢 因為不上貨的關係 已經飆升到六百元 看來是 六百五元 為什麼這麼誇張 但六百五好像還是有人給錢去買 有啊 最有趣的是 因為有些人 是不算很hardcore 而留意 結果他們就覺得 二十八好了 夠了我去買了 但是貨幣沒有什麼 但又很喜歡 沒有留意價錢的那種人 最厲害的是 我呢 一個禮拜之後 星期六 第二個禮拜六 我去外國走一走 走一走 不開普通名字 六百九十 然後 我看到有人給錢 拿遊戲走 那個是妹妹 是男人 不是 做妹妹 我不知道 做糞便 隔壁 隔壁你有沒有電視台在拍影片 我不知道 我呆了 阿新你真的買 我看看算 我真的忍不住 很想買 有壓力 我們三個三去一來還不買 這個都有可能 有馬你可以拍一套有馬挑機 壓力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有位突然間亂入的人士 就是 至今都不買 不斷在說 問價錢 最後又不買 現在就在隔壁 在隔壁 早了 又不是錄 但不知道坐在那裡 其實那天很神奇 因為我那天是星期四 早前兩天 我是在網上搜尋資料 看了下台 然後有個流量 不知道是流量 好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批貨 然後有多少批貨 然後有多少批貨 分了給什麼人 我先加數 今天你不買 你說得好像走私 他應該是走私 白粉明軍火 那你如果 你如果 是不是放在Xport裡面 不是放在3DS裡面 你星期四不買 這批貨買完之後 你不能買的 可以 收穫車出來的辦法 那些走私是恐龍骨 狂龍骨 所以這次很神奇 就是 開賣倒數 一天就最便宜 然後越來越升越高 好多帳 但現在仍然在收跌 所以這裡上60卡 arran一星期還是三九九左右 ____ 他那時候買 他出貨量又很多 即是第一次的出貨量 最後至少 Erica 然後最有趣的是 如果你看到日本購入 他就話 你搜尋香港 不記得哪一間,總之也有很多branch的店 基本上全市不同的分店都是賣設的 即是沒有貨,也排隊排都沒有貨 所以當香港發現日本未必能補貨 或者大家可以炒,那大家是香港人 現在是飯飯嗎? 開始有價錢流起,揭起幾隻 價錢就不斷飆升了 有幾間店很厲害,他們把價錢放掉 問價,代問 這麼威風? 如果價錢就不斷飆升了 好像Diablo 3剛剛推出的時候 排隊去買,每個人都撕掉價錢 要問價問完之後還要給面色看 算了 這個就是買賣相的,小風波 日本那邊連3DS都買了幾倍 從來都是 很多人的3DS是螢幕專用機 從來都是 叫做多人入坑 可能舊換舊機換新機 入什麼坑呢?對手都已經被放棄了 什麼對手呢? PSV 其實是PSV放棄螢幕 有Mothung放棄PSV Mothung放棄PSV Mothung放棄PSV 因為Captcom 基本上是一個平台 很穩定地找到錢 它是不會插腳下去的 其實我相信PSV出的時候 我覺得也有差不多 它不會無險 我比較實際一點的推測就是 任天侯幫它開破海外市場 英文版 Mothung 3G 外國版很高 所以你是模組的 最初我記得Mothung 2G 的時候出尾版 其實沒什麼人受落 反而3G、X4 這些出英文版 是有外國老買的 有些外國論壇 看到的 Captop用了 任天侯也有錢擺放廣告 就是Mothung那裏 那些鬼佬知是有這些 但2G原來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外國關係 就是它開發外國市場多 就是支援力度夠多 支援外國市場 那外國也喜歡跟Dogma 無論如何 回到遊戲本體 講完聲音 講完錢 接著可以講講模式 今代模式很奇怪 今代有四個模式 亦新加了手技系統 不是中二系統嗎 中二系統 那你叫做 沙傳系統 最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用回傳統原本那隻 就叫做公會模式 但是大家都記得 在4G的時候 就多了操蟲棍 所以大家可以跳 其實呢 濟空霸者 濟空霸者 或者被奔向太陽 沒有提 講好不要提 還講奔向太陽 現在這個MHX的年代 不是4G的年代 MHX的年代 下一個機會 跳回去崩上太陽 變成二黃龍 你依然是跳了上去 接著就見到他輕聲弱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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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因為大家之前打工會 140 都經常說 有支棍騎是好一點的 有部份人覺得是這樣 有間隔 控得好一點 你對著一隻發狂惡的 總要有些時間吃藥 操蟲棍就會做到這部份的工作 在雲南面之外 可以增加身體屬性 就是被人騎的時間 多個機會可以攻擊 多了一張CC 最少是你即騎的時候 其他人真的可以有喘氣的地方 磨刀、吃藥 回復回 你可以作戰的水平 但這個想法實在太荒謬了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140的時候 腰尾部都可以腰到你百多血 那你自然就會走過去 你在安全的地方做安全的事情 自然滑來滑去 Anyway 上代有操蟲棍 操蟲棍有得跳 那就很不公平 其他人都可以跳 但要靠高低差 你說真的有多可用 長槍真的那個跳法 只要落點就騎到一隻怪 是很困難的事 最多的就是騙手和雙刀 最多是騙手 只有槍吐了 對 不小心被人搖上天 順便放在頭上 如果不是真的會很困難的 結果今代就變成有一個Aerial Mode 即是空前模式 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跳 那就大家玩這個 2段跳 3段跳 3段跳 瑪利歐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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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踏一踏才跳 我沒有玩的 但無論如何 先說其他幾個 因為剛才說了 他新加了手技 或者是喜歡必殺技 有喜歡必殺技 但有必殺技的人 不一定會玩 專門是喜歡玩的強襲型模式 強襲型模式可以裝三個必殺技 即是三個手技 三個手技很強 總強的地方在這裏 總有藥韓 四個模式都有種分別 我們之後再說 最後一個模式 就是武士道模式 武士道模式 就是所謂高手向一點 簡單來說 自己本身獵人 已經自帶了回比性能 基本上可以滾招去避 避完還可以即時反技 偏向像以前的長槍 長槍可以即時反技 但現在基本上所有武器都做到 但問題來了 聽到這四種模式 即是原本的Default 強襲用手技為主 Aerial Mode 靠前 以及靠反擊為主 的迴避 其實他有四種東西 如果四種的攻擊模組都一樣 其實分別不大 甚至可能會有強弱的偏差 因為大家想到 如果全部人都在騎 全部都在跳跳跳跳 有多可打中你 或者反過來 你全部都在靠反技 又反技又大技 你不就很威風 所以這個平衡就會有些調整 於是就有了不同的adjustment 譬如你說 你用取為例 Default的工會 就是什麼都沒有改過 就是以前那種 但如果你說用武士道模式 武士道模式 聽上去用取好像很好 因為取是要近身打的 你近身可以不斷回避性能 自帶 那你就可以全部攻擊 skill 那就很好用 問題又來了 取的charge 1 基本上第一段操氣 踏步向上勾那一下 就改了 基本上是普通拼取 不能說武士 打不打進判定 以及向上勾的距離 結果基本上要靠正常的全力打 或者其他攻擊判定 就不能用 如果你主力用charge 1 的人就會覺得很麻煩 那你正常可以用charge 1 那種要怎麼出呢 就是要撞中了 然後就可以儲一個叫強charge 就會做同樣的效果 然後當然會更加大力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每次都避到他來做呢 那就看怪了 是個人紮服 其實4種手技都是看不同的怪 那麼你會哪些怪都跑去 用飛行mode跳來跳去跳去跳去跳 有些怪後來給你才會玩 MC 那你比如用强閘模式 強閘模式 哇它有很多手技 因為它有三個手技 還有它儲一個手技的值 是最快的 因為你手技的值 因為手技的其實並不全都是攻擊技 有些是支援技 或者是泛用小技 14種武器都有可以用 例如一些叫絶對回避 所以如果有三個手技,可以靠那些技能做到很多組合 但問題來了,取過近身的話,我絕對回避就行了 但問題是,如果用強襲模式,即是第二個模式 你會沒有一拳去打 簡單一句,其實就是回歸MHP2 那個年紀流向 不是3,4 不是3 它直接是沒有了,滿Charge的時候會轉 它直接沒有了 還有就是,全女打的三角R3 那個就沒有了 全女打就沒有了 因為那個雲圓值很大 但它就沒有了,變回是很基本的,很傳統的鎚 所以就會差很多 Airwheel Mode的鎚,我沒有用過 用過 但我覺得我還沒有掌握到空戰模式的鎚 即是我想著,鎚在很高的地方打下來 那個雲圓值會不會高一點 我嘗試那件事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或者跳起之後的機動性會不會好呢 是沒有的 除了你一個人會好像立體經濟當時 不知道跳到哪裏之外 是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這個我常常說 跳Airwheel的態度和長槍 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即是說,我想打個頭的 可以,但你跳的時候 因為在前面跳的時候 你會用一個突腳石 除非前面有隻貓 那個隊友,那隻小怪 要不然一跳,踩人家的頭跳 你會跳人家的背部 如果一隻鎚太小的話 你會跳過了 因為你可以踩完之後 可以改方向 對,我知道 但是,鎚太小隻 會走動的 一跳跳之後 太小隻就不應該用空戰模 對,所以有個問題就是 而且有時候 因為太刀就是 太刀你會吵氣斬的 會吵氣 空戰一定要吵氣才會吵氣 如果只鎚太小隻 你吵氣再吵氣 R是吵空氣便會吵氣 即是因為平時的太刀 如果用慣太刀 很習慣就是 在普通攻擊中 再加R 就是做連技 但是空戰模式的地下模式 就很糟糕了 它完全沒有了R的支援 我講一個很大的問題 例如說 隻怪暈在地上 但是什麼氣都出來了 但是你一定用不到R 不好意思 你一定要跳起 實在在地下 正在地下點 所以空戰的弱勢 就是地下的輸出 會立即低一點 不同武器不同 那長槍沒有練起這個問題 那長槍會變得機動性高一點 就是它沒有後跳 即是你這樣 避開你向後 會推動的 它沒有一件事 它沒有一件事 它會變得 它可以向前突起跳起 它機動性高了的 即是變得機動性速度高的長槍 但是我這個調回 如果你說玩強襲 或者武士道 我都玩過 通戰 基本上沒有碰過 但是因為它今代有手技 長槍基本上給人的印象 其實就是很慢 很防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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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調回到很被動的 直至到B3那一代 有反技 功率可以提升到很多 但都不明顯 其實我覺得 你Solo打就覺得 你的輸出一定多了 但你的打法依然是比較被動向 也是被動 因為它原生的設計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你打那些怪 那些怪會走得很快 很追的 就不太適合打 例如信龍那些 很麻煩 當然了 如果你一個人打一個人 當然沒有所謂 因為信龍會看著你 對 信龍長槍 文化泰也有 但現在反過來 長槍有個手技 就是特進技 就不是草棄的特進技 是突然間 好像開引擎 即是Unicorn 突然間爆出來 突然間可以壓到前面 基本上 那個特進距離 我想大概有 接近一隻尾翠龍的距離 已經很遠了 短一點 尾翠龍 斬尾翠龍 也挺長的 它還有一二三段 你說的一一 應該是 說的一應該是 好 我問你這條 有什麼磁磚雲場斬 不知道 把東西拉後槽 然後旁邊插進去 也是型的 還有長槍有個最大變化 其實拉盾的時間應該有變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它第三次 變成是三hit 不是單化 所以也是間接 你可以說加了攻擊力 但反過來 其實你的時間控制 跟之前完全不同 對 尤其三段次之後 你很難去接迴避 通常安全起見 玩迴避流 會插兩天 左線位右線位 就不會插第三刀 不然你會被人插 剛才你說擋的時間 慢了 或者不同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Bushito Mode 即第四個模式 回避Mode 會有影響 因為我用過衝槍 它擋的時候 明顯是比其他三個Mode 慢的 舉動動作 好像是不同風格 有不同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要轉換之間 你就要離開 其實產生很多變化 每個Mode 都有自己擅長 和不擅長的地方 配不同武器的時候 會產生出來的變化 比歷代來說 都是強的 這是他的優勝 還有你用什麼 攻擊模式 就選擇手機 例如選擇 主動攻擊型的手機 攻上加攻 或者我怕死的 要防禦被動 或者迴避的手機 有支插血 對 可能看你配合風格 才玩 今集會被別人以為 是超級系列的Mon Hunt 其實比在Mon Hunt F 即是電腦版 其實他已經真實了很多 超級的手機要時間 有些時間 不是你輸出的 還有手機 老實說 你說是否很大力 其實有少少 怎麼說 我又不能說 它不大力 但是未必有你想像中那麼大力 其實是看武器 以我所知 大劍的手機是很大力 以我所知 但我未必有 但是我看見 Charge S 聰明府的手機 即是一個光劍伏出來 我就不覺得它很大力 還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我常代用怪的 攻會武器 那個太誇張了 明不明 我常用的那支攻會 就是倒數上來最強的第二級 要附加一點 今代是完全沒有攻會任的 所以那一把就很誇張 因為你明白手機不是亂出的 出了之後你再吵氣 但是我吵滿了手機 但我不會現在用的 我可能有機會才用的 有機會的時候 會拖了時間 即是你不會連續出 儲完之後一場可能出兩次 不是的可以連續出 你用兩招就可以了 是啊 你A-MOL和BUSH-DOMOL 只有一個手機 而且它這些可以用來搏招 好像之前那樣 大劍插完的時候 現在你可以直接再按手機 例如第二招攻擊技 你可以連續下去 其實它的手技 簡單講講它的發動 你又不可以說 你剛剛被人打中 那一下按 你不要說我絕對是迴避 我被人打中了 我再按可以不可以 那當然不行 但你說你被人打中了 落地那一下 落地那天剛剛退後 可以不可以 那更加都是不行 出招 或者拉盾 可以不可以 又未必可以 其實基本上你是要維持一個 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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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動作 你可以持武器 可以持刀 但是基本上 拉緊盾 可以不可以 不行 應該好像不行 總之你一定要當正常狀態 什麼都沒有做 那一下才可以用 那這個很合理 我覺得 如果會變成像爆屍一樣 避開所有東西 還會再反擊 那些是Gundam 可以cancel你的動作 始終這隻不是格鬥器 不可以讓你cancel那些招 所以你說平衡度 暫時未見到很過份 除了聲龍拳 聲龍拳也沒有過份 你有多好多耐用 你要計算數 聲龍拳打信龍 我說 打得瘋火 你怕得更少 打空氣 因為出了的沒多久 都是頭幾天 還有段片 好像是體驗版 體驗版 體驗版 是批評片 不是體驗版 體驗版有三個可以選擇 其中一隻上位難度 就是去打信龍 那段片是這樣的 那段片是做什麼呢 就是用騙手劍 騙手劍有個手技 大家都很不解 究竟有什麼用 其實就是聲龍拳 這個就是 他叫聲龍擊 不是聲龍拳 他用盾打不是用拳頭拳 但是會不會侵犯這個版權 我不知道 總之他就是向上打 然後再向下打 不同的 他是要先揮盾 然後用盾去做上升的動作 發龍那招滅聲 這個 我不知道 我原專家 他是用騙手 不是 我原專家 但研究完出來 我是做不到的 那個人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其實 你可以在原地發動 所有手技都是 發動 因為沒有為了打中 所以聲龍擊 你可以在原地跳起 向上打 但大家都知道 信龍是會跳跳共的 但在他跳中 你剛好在他跳之前 你發動聲龍擊 然後當你起跳 拳頭 打一個盾 打上去的時候 剛剛好信龍在你頭上下 然後信龍 就被你 被你的聲龍擊打中了 然後信龍被你空中擊落 被拳頭擊落了 那段影片就是這樣 那段影片就是這樣 那段影片很棒 看看會不會有鋪刷出來 給聽眾看 你完全沒有人理解 打螢幕像這樣 因為從來 在空中打 打通常都是射擊武器做的 槍打下來 槍就好 功用 這麼多有一個 踩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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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掉了 沒有意思 但你也要有這個 跳起的適合物資 所以比較奇怪 講到跳起 其實我沒有什麼用過 但我見過不同武器 在空中的跳的效果 有點不同 我所講的就是 炸彈的問題 大家跟我玩 都知道 其實我是這個 重度的人 所以 炸彈方面 我看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空中要發動 其實你不能在原地跳 基本上 你原地跳 就跳到很矮的距離 有馬跟我說 原地跳 剛剛好跳過 可以跳過順道尾的 不不一定要踩 例如說 我掛到尾巴可以踩 隊友肩膀可以踩 頭頂也可以 還有炸彈也可以 總之什麼都可以踩 總之是物體 總之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踩炸彈 是可以用來引爆炸彈的 但你會貼起 那時候是有機會 對 所以看到很有趣的東西 但我發覺 看過這段影片 我就不太明白 或者我不太確定 我見過有一個 就是大劍空中 踩爆炸彈 然後炸彈爆炸 等等 大劍空中踩爆炸彈 炸彈爆炸彈 炸彈忘記放在地上 不是 他踩在地上 踩在地上 踩爆炸彈 如果不是想著炸彈 你會放在哪裏 我不知道 我在想 空中踩爆炸彈 炸彈爆炸彈 炸彈爆炸彈 但是炸彈爆炸彈爆炸彈爆炸彈 wand 他這次是無敵時間 炸彈爆炸彈 炸彈硬 炸彈爆炸彈 如果敵人避散打開掉 好像敵人太敵不敵 我不知道,這個很奇怪 這個奇怪不是奇怪 而另一段影片我見過 一支Gun Lance 他同樣代理都會做類似的事情 但他那個 他不是在炸彈的 他不是回口,剛才那個是 向前踩,然後他炸回後面 他這個是向前踩,然後他繼續 踏地是向前的 但他沒有被人炸飛 純粹會不會是時間問題 比如說你放了炸彈 他還沒有開始爆 純粹就是他當一個戰腳物 他已經跳起來了 跳起來了,他已經達成了 但你一跳起來,他就會爆 你如果無限的炸彈試 我不介意拿著大劍賽給你炸 沒有所謂 試試吧 但你有沒有看到自己現在有多少錢 在那個援包裡 你不覺得大家不覺得 今代的錢是很大的援包 你不用怕,我炸彈還有99個 我原來買了 炸彈我很多 他們都是賤半格 騙別人 這些符號的 隱性符號的 道具這些一定要有 我現在不清楚 但有沒有聽眾可以再解答 空中踩炸彈 究竟是炸彈換時間 會不會無敵時間 還是怎樣的一回事 例如我會叫你會停 有多些浪敲 有時候我試過跳是沒問題的 剛才跳一下 剛才會喊 可以動暴力時間 不可以的 因為跳中間會被人彈下來 這個我也試過 但彈下來沒有什麼 你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 今集總之是離地的時候 你還要炸彈的話 都會用你說的動作 但他會彈下來 不會像以前一樣彈到很遠 但我昨天試過 我絕對迴避 拋敲 我絕對迴避 落地那一刻 我掩著耳朵 我不知道我迴避了什麼 絕對迴避 掩耳朵 我預計是 我絕對迴避 我經過那一塊武器 不是 我絕對迴避 你還在掩耳朵 是否叫很久 叫了回避 也有可能 那是蛇 可能是 我不知道 總之 你還在掩耳朵 你還在掩耳朵 他還在掩耳朵 就像以前打角龍的時候 他跑敲你飛撲 撲完之後 起身帶掩耳朵 太長了 我想像那種 不要緊 這裏有很多趣味 今代沒有角龍 不過 少了一個 從來都沒有炸過敵人 太好了 我很討厭打角龍 黑角阿聰 你有沒有打過我以前的角龍 你說騙角還是什麼 不是 這個可以無聊說一下 我四支有個工會任 就是 黑角龍加角龍同場 大家知道 角龍當然會極限化 黑角龍當然會狂龍化 然後兩隻是會同場 在這個很小的地圖裡 有高低地 然後那個任 打到137之後 就再推不上去 因為 你的角龍出來 黑角龍就會打你 可能 因為角龍會潛地 所以 你發動磨石 的時間 激龍石 基本上 你很難在短時間 把一隻140 可以打到 變成正常樣的 提供黑角角 在搞你 所以那個任務 基本上是推進不到的 一定有好配合才行 應該你也做不到 我試過一次成功了 我試過一次成功了 我試過成功了 我試過成功了 在講大型怪物 他已經取消了阿種 他取消了阿種 但是我數過大型怪物的種類 其實都有50至60隻 在歷代來說 都算是多 我覺得 多 因為他之前多的都是40尾 我不算V那代3 偏少那些 但是正常 叫做G那些 通常都有大約40幾隻 超過50 其實也不多 而且他多數 前幾代多數都是 一些阿種 佔了位置 或者欺小組 磨磨磨磨磨 但是如果你說 是不是今代 沒有一些特殊的怪物 又不是 今代有些 要用捐的 十二金零 有十二隻二名怪物 有人稱呼為二名怪物 我們曾經試過 去討伐這個兔仔 發生了很多 那隻不是兔仔 說正常 那隻絕對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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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 白兔之王 即是他有很多隻 其中一隻 盾蟹 蓮蟹 兔仔 黏火 紅火 即是他比較一些 後期來說 是比較 我們覺得已經很弱的怪物 他就將他進化為二名 這些招數是大幅強化的 完全是 好像一隻 新的 類似是 他們那個種族的王 這樣的物體出來 因為 我記得 我第一次打 那隻 子毒機 即是黏火龍 選這個 我發現 因為我第一次拿鎚去打 因為我以為 是黏火龍 我當然是拿鎚去打 黏火龍這些垃圾 哈哈哈哈 是 子火龍的確是一隻 對 子火龍都是屍招 大家是常識 那些 然後想著 不要死了 拿鎚去打 幸好我不是用武士道Mode 我還有一個 兔仔 可以什麼都打進 然後發覺 這是金火龍 頭打不進 頭打不進 彈刀 但鎚應該不彈 下位 鎚是彈 HR2 HR2 如果是彈刀 如果你兔仔才不彈 兔仔 所以他就呆了 嘩 什麼事啊 為什麼 還有他的判定很有趣 首先他會飛奔落地 他不是歐美那種 他落到地 然後再歐美 歐美是橫掃的歐美 前方180度 是啊 歐美不止 他不是扣血那麼簡單 有毒 猛毒 還有猛毒 毒的icon 是三個紫色的 哈哈 所以很多人 一被掃完之後 落到地 扣血扣血 毒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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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說就說你 150個月 說就說 只要出購75個月 但你起身也只剩50個月 還沒喝藥 你還沒喝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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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剩下你喝藥 你只剩下你喝藥 那你就算好 我記得 好像是出遊戲 第一個星期 我打過一次 就是拿取那一次 因為我裝了 絕對迴避 所以那隻爪 基本上我一定會用了 那隻掌 一定拿藥 基本上我沒有中過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 很有趣 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第一個星期 基本上數下去 HR2 大家覺得HR2 像火龍一樣 沒事 然後就打 基本上那些人 都是100房 鬆一點 其實有100房嗎 你是做過裝飾才100房 更多的人 是拿著村 一出來的一套 六房 來打 我想 做了那套九龍裝 應該都有五六十房 五六十房 但是一對不到100 我告訴你 最荒謬就是 我看到那些人 八三八五 一美歐種 大概一百到八二 但是種了毒 起床 基本上就直接死了 那我沒見過人 是不一些直接死 連上中毒的話 很簡單 那一天直接死的話 你不吃就可以了 你不中招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已經發覺了 今代有個好處 就是遠程武器 重腦和輕腦 有一件事叫做內藏彈 內藏彈 即是說 本身把東西自己有子彈 那就不需要用獵人 打進去的子彈 那我發覺了 因為那些人是太容易死的關係 基本上是打多少都打不到 於是我決定用腦去打 我只用內藏彈 基本上那包沒用完 就已經死了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錢 只去打別人 看他們死得有幾萬 那我又不用浪費 又有氣 那不行 看花生都要給錢 小小獵人都要錢 大佬 你現在不用錢 那些都不是 那包都只會被人打 其實我覺得內藏彈這個設定 是因為很多人 就是近戰和槍兼收的 有時用完近戰之後轉槍 就什麼鬼彈都忘記了 這些時候都會發生 所以就給你一些內藏彈 讓你發揮一些小小的作用 內藏彈夠打死的怪 團戰而已 團戰的話 基本上沒有一次是要用自己打的 液滾彈應該要自己打 因為內藏彈其實 如果你升到上位 其實超過六十顆 它是不是升等級就會加蛋數 對 加蛋數和蛋量 還有它每次上彈的量 都會有改變的 所以其實 你絕對夠用 弓我就未知識用過 但用過一兩次 很有趣 它手技會幫你給一些特殊的戰備用 特殊的戰種 是啊 鋼絲的戰種 類似 類似有幾種 總之可以不帶戰都可以 基本上 當然是 還有它有些特殊的彈頭 類似的手技 加多了很多 弓的話 有強擊平的level 2 如果你說子彈的話 子彈就沒有什麼level 2 反而那些level 2 全部都是內藏彈 還有射我記得多了 除了是曲射之外 多了是重射 是專門爆破壞的 而且如果你說子彈的話 內藏彈很有趣的 內藏彈通常都會有一種 就是屬性的話 它有是火彈的level 2 即是四屬性的level 2 以及貫通屬性的彈 它兩樣東西是並存的 即是它有貫通屬性 但同一時間它是火彈 這個是不是輕腦才有呢 重腦沒有 重腦也有 兩隻都有 重腦也有 我不肯定有沒有 但好像也有 我看到 輕腦回來了 基本上就很好打 但我記得你四肢是不用鎚 為什麼撿鎚來用呢 四肢有用鎚 你有沒有覺得今代的魂員回來了 正常很多 你用4G的時候 用取暈來暈去都暈不到這隻怪 打整個場都還沒暈一次 對 除了什麼 快用鎚鎚 用鎚鎚鎚 四個人 肩膀一下半個 那個不是拿來拿去 那真不知道是拿去什麼 那些東西 今代我覺得是雲原值,真的打頭的時候真的會雲原值 就不止四肢那麼痛苦 還有我覺得有件事,不知道是我錯過還是什麼 我覺得麻痺是弱化組 今代沒有用過麻痺 打狀態的麻痺刀,麻痺偏 麻痺的彈都慢了 射的彈數是要偏多的 可能是儲蓄值得到要求快 講一講,我平時出團慣用是騙手 騙手因為我覺得他的靈活性高 今代就新增了 我不是經常被騙手打停太多才炸出來嗎? 太多騙手 因為騙手今代新增了一件事叫人藥 一開始就有三種人藥給你選擇 之後就多了一種貓貓去換重擊的人藥 他給你的印藥是一個會心印藥 一個深眼印藥 以及一個減氣印藥 我最多用的是減氣 因為有人說我用這個空箭片手 用這個麻痺片再加減氣印藥 就達到這個不斷地暈住一隻怪 但暫時我都未做到 即是暈麻騎 暈麻騎 主要是被其他人做輸出 我覺得騙手今代其實都很強化 尤其是印藥那方面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指導有多彈刀 即是要上深眼印藥去打就沒有那麼痛苦 但你也是勾腳而已 你也是勾頭而已 他跳起嘛 他跳起嘛 Ariel Moe 對呀 還有金導很有趣 因為人家說 那些怪技術都很熟 即是觸摸一下鼻子 金導人跟他說 舊怪都很出來了 舊怪有新招 甚至可以改得到新腳技術 然後又有舊怪垃圾 然後被人弱死了 即使新怪有新的魔法 我不用舊的風格 我用武線或空箭 也是這種用法 都是要練過的 另外一種風格 對付舊怪重新再練 那我就當作有新鮮感 那些人救命的新鮮感就給你了 其實今集的新鮮感是來自一個配搭 即是一個武器配這個風格的配搭 其實演變了很多的變化 因為上代他所謂新的東西就是加工匯量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弦要的設定 有的 就是打耳無龍打的組為主 喜歡的很喜歡 不喜歡的一點都不喜歡 但今代你手技沒有 你不同的手技加工匯量的配搭 可以有千變萬化做合 你怎樣設定的 有馬就非常喜歡這個Sacura斬 用這個態度 他有一招叫做櫻花斬 斬中之後就會升這個斬尾 很多時候我們聯機 經常都聽到有馬說 有機會Sacura斬 是機會立飛雲上 不知為何他不可以用全中文 不可以用櫻花斬 一定要用Sacura斬 凡是出必殺經典要講必殺劍名 這個規矩 你不可以講櫻花斬 為什麼一定要Sacura斬 可能我講日文就是Sacura斬 我多數是見什麼 不是Sacura斬 Sacura斬 斬完之後 被一隻掛了 欸?死了 一次而已 他們只是跳過黑套而已 不好意思 紅刀 赤刀 紅刀 紅色黃色黃色 一次而已 斬完之後就站在床位 一點也不像 斬完之後 躲在另一邊 然後就跳 一跳 哇 看到 又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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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死了 然後阿仁看到 又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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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 又抬頭 又死了 從來沒有試過 青紅獸過那麼厲害 我沒有想過 那時候我有多少血 那時候好像有 六成血 九十左右 九十左右 我打算 你生氣了 也不會一血打到九十 一八次 太少了 問題的時候我只有 我把刀六斬 但這東西是斬刀 我只要把腳下面的斑 在哪一邊 都可以刀人家告訴你 一斬錯 你已經斬刀了才會玩完 你打邊盧 好笑 總之很多畫面都好笑 一下運過來 你滾了沒有腳封 都要照重 我告訴你 還會釣魚出來 很有趣 你說什麼魚 它會釣魚 它會釣魚 我沒有看過 那些魚可以用來補血 蛤 他釣魚給你吃 是啊 我有拿來撿 這麼有趣 有啊 你看一下 很有趣 不過還有一件事 四隻封面掛 簡單講講 四天王 四隻封面掛 其實基本上 除了斬龍之外 其他那些很一般 我覺得今代四隻封面掛 設計都挺特色的 其實是 除了電龍 你們說電龍 照版主管沒有什麼誠意 但我覺得它那個型格 挺有型的 上外觀 我覺得 但我覺得黑色加紅色會好些 黑色加綠色就有些 你有沒有看過它那套鴿 整個歪打樓 我自己見過 不是 但如果你說它的判定 我相信 標準 大部分都認同是斬龍 是可以的 斬龍一定是最強的 他擺在尾 還有他好像還是有二名化 斬龍 它好像好像也有二名化 斬龍 是 因為二名化的怪 剛剛講到十二隻 大幅強化 是會升級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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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的 所以升級級級的任何地方 難度都會改變 LV1就是你殺怪就OK啦 LV2就要你捉怪 暫時只讀機是這樣 每隻都是這樣 接著會出兩隻 會有亂入 不安定 LV2已經不安定了 真的很不安 不安定到我們完全不想怎樣 你有能力的話就可以吃CaCaDecor 已經要他出來一次過收兩隻 這些省券 不知道出隻什麼來出來 等你查看對方也有發覺 之後你才會打 如果不是 這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是什麼帳 不然你用遠程武器去看別人死 都OK的 都是一個打你 會不會打你 今集好像暫時都沒有接觸過獵貓的系統 獵貓 今集你不用人 你可以轉為一隻貓 滿足貓控出任務 這樣的系統 但是暫時 獵貓其實都應該是附著向 以及單人任務的時候去採集 因為獵貓有個好處 就是他不需要消耗你的黃金鑽 黃金蟲網 這些很容易爛的東西 即使說黃金 全部都是玻璃做的 你是軟金屬 其實金是很不耐用的 其實實際上 很容易爛 應該要鐵才能用 沒有用的 告訴你這隻貓 有時坐著坐著入一 又亂入掛 你貓打一隻貓就天光了 沒有人叫你打一隻亂入掛 你採集用 只要你打 你本身打的時候 例如說 第二其次 這隻貓其實功績力很低 實際上沒有梅加玉 不如我上車走 告訴你 但這隻貓要慢慢走回家 告訴你 這隻貓又不是Stamina 所以可以狂跑 狂跑 有這個好處 快到蟑螂 但我梅加蟑螂 我想說 那你在抱東西 你用不了梅加玉 那你還想回家 不一定抱東西 不是有的事 以前採集 就是拿到獵人 一區採到山頂 然後我就剛剛熱死了 這樣就對了 但是貓是不會熱死的 還沒有回家 我試過一次試過 我釣魚 但我發現 那條魚要黃金魚才釣到的 但貓用到的 要轉回獵人 用回獵人去玩 我不想這樣死 因為我釣了幾條魚 有趣的魚不想走 那我就遲殺 有九條命 死完之後吃過 又再半條 又再死 不斷被人打 打了很久 然後你讓我死 拜託 好難死 貓有九條命 好像常識 我覺得是 他的獵貓系統是給你採集用的 就是之前用獵人採集太痛苦 都有些支援技 有人是配過可以出團戰的獵貓 但是要很專 我見過 我見過那隻五十多 要很專 很專門去獵 我記得那次打不記得打什麼 是零針打的 很快 還有那些技能 他真的要配過 即是炸彈 或者巨大狐力錶 他有很多那些技能 有很多 有很多 但那些技能 你都要到達等級才能解決 所以 他不是解決那麼簡單 他是在其他貓的學校 他有一個修練模式 他是一隻貓 將技能 你教另一隻貓用 他就會學到技能 這些技能 真的要貓配過 才可以出團用 因為他每隻貓有的技能 是Born to have 一開始跟隨什麼 你選擇 所以你最主要是全弓型的技能 可能有幾招沒有 他沒有大炮彈 這隻又沒有火龍車 這隻有大炮彈的 要配他所有技能 那些什麼 信長之夜網 傳授一些東西給你 是啊 沒錯 傳授員會不會消失才這隻貓 不會 這樣也好一點 他教完你 新的貓 你會學到自己 像是玩網頁遊戲 教完之後 原生那隻會消失 不會吧 那些不是叫教的 那些叫傳承 教完徒弟沒有師傅 殺了師傅 那些是Momancy Saga 網上版 帝國Saga 那些叫 過招如得滅 全城 那些 那些是 我他們會拿去捉貓車 他要拋皮 所以把貓車都要 不能盡量出貓車 哈哈 就是當成龍場用 加援貓 就算 我收拾東西也盡量用人 除非一定要走他們 那是貓 暫時來說 有人 走過是輔助樓的獵貓 但是 支援性的作用 也會被獵人 用敵 是虛弱的 而且你特地在網上 你野團 你看到人家貓都會踢牠走 可能不是一定的 說不定人家的貓比你厲害 要打才知道 你這樣先打 三個人一隻貓出去 你這樣這樣 都會踢的 我試過一次是ok 我試過是ok 很難的 人都是一條命 人都是一條命 很容易變仗 但我想知道其實要 怎樣 是不是想吃貓打 戰錄機 想 但我發覺這件事很有趣 我想問 人死就扣日 貓死就扣日 你叫做左手角有兩顆果實 吃一次就吃果實 每一半 再吃一次就吃果實 半條圈 再吃一次就才是一次貓車 即是可以死三次 貓有九條命 一條命可以死三 所以貓有九條命 如果全部都是貓的貓車 所以現在大貓打到肌肉 真的就差了 沒關係 但你沒有陷阱 我告訴你 那抓不到的 沒有啊 有陷阱貓的 有陷阱沒有肉 特地養 那你玩配合的 不是說一個人 找一頓人 即是做不到四個貓出去 去報獲 找一頓人 這應該做不到 應該做不到 應該做不到 即是工學肌肉隊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後面有什麼 報獲 肉之術 我就不知道 等到 沒玩到這麼厚的 內容 那今代也算 應該挺耐環 因為他始終變化比較大 所以 我們的進度也挺慢 我們還未HR解放 所以我們遇到 上位已經很快了 不要玩 頭幾天我們其他朋友都不知道HR5 HR6 你不可以給D神人 大哥 我們的肝仲在 可能難了 我們在 我最初還要玩FGO 拆素材 拆任務 現在才回來玩 算吧 師傅 算吧 律師帶 我們始終都是休閒玩家 不是一個很HR5 已經爆了 裝備已經 99 HR999 黑炎王 全套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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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炎王 我有個飲料 不過還未接得 你也知道你很久玩的 可能過多半年 過整年都還在玩 我們不要玩那麼快 可能隨時有其他朋友 會加入我們的團 算吧 你放棄這件事 他不會裝的 他不會買遊戲 你放棄 剛才我看他 在拆電話 後兆默默 拿VDS 然後我們三個 就跟他說 算吧 你 他不會買的 會不會買這個 之後才決定 今天就到這裡 暫時就這樣 拜拜 拜拜